我告诉你 走到没有问题 我还找你 私自上我鹅场院里 我鹅如果有问题 我就直接找他 走在我的邻地里的鹅场 心情也比较好 特别是在太阳高落山的时候 心情也比较愉悦 看着我这大白鹅又要出栏了 其实心情很好 但是今年的成活率还是不怎么好 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我成活率多高 我95% 我90% 那是在10多天以前 而且是到你出来的时候 真的不是大伙想象的那么样 它今年的额价虽然说很高 但是成本也增加 我记得我去年的额出钢是6块钱一只 今年就已经16 17对吧 而且料也比去年贵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成本 人工的成本 时间的成本 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和你去年相提并论 也不要跟你所说的 人 咱的额不是吃空气的 也不是喝凉水的 咱们是吃料的 而且它是有成本的 不是大伙想象的 你这个正40 你这个正50 你这个正30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你养1000只 有可能能挣到 因为人工是自己 水电不用花钱 肩棚不用花钱 这些东西你没有损耗 像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有损耗的 我也希望大家在养额的路上少走弯路 而且在养殖的路上 也不是大伙想象的那么好走 我们养殖人慎重而道远 就像现在猪 养猪人现在包括农大不也是在破产边缘吗 已经申报破产了 那么好的一个企业 那么好的一个大型企业 国家在支撑的都会破产 别说我们小毛小户了 如果我们在养个身上 折的那一个梗头 真的不只是一个梗头 有可能你几年都翻 翻不过来 真的很难做到就是说你一本万里 再有一个就是说人各有志 而且人各有命 你有这个命证才可以 而且你要有能力把这个养殖做好才可以 也希望就是朋友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或者说有什么咨询的可以随时私信我 或者是说微信我都可以 我将我知道的或我遇到的问题 我会无条件的跟大家说 而不是像所有人说的那样 这国家要礼物吧 你花钱吧 我跟你学徒要多少钱 我们都没有费用的 只要我遇见那个问题 我知道的 我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 那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不是受益 我只是一个养殖人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我哟 一定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我给大伙录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啥内容呢 就是我将视频的方 添加这个文字方式的一个小鹅的一个日龄饮食情况 呃 这个呢 也得根据你自己养鹅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我说的这个饮食情况是大三花的啊 就是这个鹅的品种叫大三花 所以说呢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情况 南北的温差都有关系啊 我给你做的这个只是参考值啊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啊 呃 最近几天我要在今天这个棚嘛 我刚中转完 今天下午 呃 刚把棚 刚把鹅 转到这个中转棚里边 呃 这个棚比较大 因为那个棚比较小了 密度有点大 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今晚上将在这里 一夜一夜的班 我也准备在这里休息 跟鹅一起休息 呃 一起玩耍 呃 希望我们的养殖行业真的就是挣着那点辛苦钱 而不是你们想象的晚上要睡好觉 或者说我竹子生好不能管他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今天他刚过一个新的环境 他也有点陌生 他也有点不适应 所以我们要陪着他 跟他一起度过 呃 他的一个陌生期 呃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对我的要求 我将按照你们的要求 把每期视频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希望对你们所有养额人 所有我们 呃 养殖人 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将不定期去直播 呃 咱们准备 开始养额的朋友们 特别是农民朋友 小 想养点下蛋的 想吃肉的鹅的朋友们啊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拖这种拖温了 要三十五十只了 百八十只了 这样的养殖户也可以跟我联系了啊 这样咱有正式拖温的啊 这样是这有啥鹅呢 有三花鹅 有小白鹅 而且还有非洲便 就是大白鸭都有了啊 有想买这样的鹅苗的啊 朋友们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私信里头 告诉我 你想要多少只 我告诉你到哪去取啊 呃 还有就是说 我家现在这批小鹅已经十二天了 也是大伙常说的痛风高发期 还有这痛风高发期 这里上网数 我现在就是说跟大家说好一件事啊 大家一定得想好 我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我上批鹅的时候 大伙都说让我预备一个残鹅残栏吗 残栏里咱们有一些得了 小痛痛的就摘着啰呢 或者叫不然来的时候 那不是有那个瘸的吗 我就都留下来 这批我就准备不留了 就是包括它有腿瘸的 瞅着小点全部刷掉 直接就让它放上去了 发油那拉了 不留了 因为现在我的大鹅五十多天了 一天还有伤亡 这种伤亡几乎都是腿软 不走道的 还在是 还在一天上网个十来只 十多只 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它料也吃了 呃 所有的针也都给它打了 这样的费用会增加咱们的一倍的费用 所以这些东西我认可从小时候 这二天之内咱给它挑明白了 最好不要有 就靠我现在这小轮身 不让它有瘸的 残的 短的 等收复的时候 我家没有残鹅 随便拉 不要说以后再有什么残鹅 你这不走道的 你缺道理人的 咱以后在这种情况 在咱家就是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残鹅咱能不上车了 就是不给它上车了 咱也没有了 现在就从小就给挑掉 要不是吃完料了 你感觉你成活率很高 但是它吃完那个料 它也在伤亡 这样你的损失会更大 它是持平衡状态的 这是我目前养几匹鹅的经验之谈 大伙都说还能活 你养着 能跟伺候孩好好伺候伺候它 让它能长大点 或者说你能卖 卖多少钱不都是钱吗 现在鹅这么贵 但是你想好了 它吃掉 这个成本也是很大的 而且它还不一定活到你卖的时候 所以说这些问题一定想好 如果你想真正想把鹅养多养好 不像你养三五百只千八百只三天以内都不用挑 不管它没有多少残除 只要过五千就残除了啊 这样一定要挑啊 五千以上 而且今年的成活率不是想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啊 成活率不是那么好啊 一定看好 如果谁再跟你说百分之九九九十五的成活率的这种情况 要是不企业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直播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注意我的动态哟 江湖道雨是否有祝福 共鸣一路不贪夺 曾经年上 插上翅膀去飞 恍恍恍惚 又是一个年岁 今天我为啥说站在高处站在三轮车上 拍戴的是别啊 大家认真干 认真说啊 就是说作为养殖 你干活就是这样 都会湿透的 今天想了是第七天 第7天我们就以通膳为主 因为怕它通风 因为你冷热容易造成它病毒性通风 包括控料在内 我今天开始正式控料 上午6小时下午 就是白天6小时 晚上6小时要多得多 因为晚上要 它就是排毒的时候 所以说晚上要通膳的时间 就是包括它控料时间要长一点 比如说我6点上料7点8点就吃完了 8点开始我控到9点10点11点12点 1点2点3点上料 就控这个就算7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在这期间 我全部都是葡萄糖小苏打饮水 葡萄糖小苏打饮水 一直都是这两天 因为这两天如果你发现气温 或者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高低了就容易得到通风 所以说你必须要预防和坚持做这些东西 而且我这么高的路的视频 目的是让你们看看咱家的小哥的状态 看看后边什么 都是趴着的状态 看了吗 它只要不漆堆 不是立着的趴堆 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这几天是因为危险高发期 所以说这两天我争取每天都在更新视频 有什么不懂的 尽量我这两天选择直播 尽量这两天我选择直播 告诉大家应该这些事情怎么去做 怎么去控制 尽量在直播间里 我们不要提起药物一类的关系 药物包括它的怎么样的使用的东西 尽量不要提 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只是我的经验 我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奶方面的卖药的或卖料的 我只是一个养额人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所有的问题就是 还是希望大家把每一期的视频都看完 看完对你肯定就有一点点的提示和帮助 我家所说的取暖设备 因为我这个棚是专业脱纹的 就是只要额脱纹在这个棚里 就是专门盖了一个图温棚 所以说用了一个热风炉 这个热风炉你可以有温控 可以有失控 就是说它的温度上来 它就自动跳 温度下去它就自动升温 完了那个旁边那个看了吗 那个就是我家的水桶 那个是就是说自动上水 里边放个浮票 水就自动上了 底下那水管就自动要的流了 你就放多大样的自己流 流到那时候长流水 就是那边 这边进那边出 一直有水喝 记住 一只鹅一定要一直有水喝 神可以晚上可以补上 可以饿一顿 但水不能没有 这是我家的一个就是高端的取暖设备 我不建议你一年养一两万只鹅的时候 一年就养一匹两匹三千两千两 不要用这个炉子 没有必要 这个炉子价位有点高 没有必要 就用咱普通的土炉子就可以 那个加温就可以 不用说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干一件事吧 自己正干 就不要听谁说 自己不要说去看 去说一定要干 自己脚踏实地干 这个事你绝对能干明白 你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吧 不要不必多说太多任何东西 包括我说的就是 所有你们想需要的问题 我会一一地把我家的都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去看 包括朋友们问我这管是多足的 我说管是380 壁后是2.0的 那个叫380 900一个空 900一个空 反正高度是5米5 你可以不用建我这么高的棚 也可以圈成那种椭圆的 椭圆的棚有啥好处的 两边都能周起来 通通效果好 就大个的时候 你要是养突温棚 我建议还用高温棚 高温棚是啥好处的 第一省眉 第二阳光独 就是这两点 你要是我说那种 咱们专职的养植棚的 阳光进来的就是 不是那么圆满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有臂就有力 所以说你自己看 你想养 是专门有拖温的棚 还是一直连拖温 在养的都是一个棚 都可以啊 这种 根据自己条件啊 你有啥的棚架子 你有啥的 多宽多大啊 小心建棚舍的 最好你来我家参观一下 我一直在去设计 为啥呢 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花冤枉钱 都花走冤枉路 最后这个棚不行了 你还得拆 这样就浪费钱了啊 要想大干的朋友们啊 要小干的就无所谓了 你住舍都可以 对不对 住舍即舍都可以 都可以养啊 这颗录视频啊 也比较辛苦 因为这屋里是高温 一一旦高温的情况下呢 他就我这个电话就老关急 我就反复出来反复进来 这样是 人也容易感冒对不对 鹅来回进来回出 也容易感冒 所以说呢 呃就是说希望在我的辛苦的 呃看在我这么辛苦的情况下 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视频 呃给我点点关注 是吧 呃我希望我们在日后里边 能给你带来欢乐 带来快乐 也能帮助你呃省点钱 多赚点钱 谢谢 又是水洗一天 太热了 呃我再说一下 你们就是想养鹅的 或者想了解养鹅的人 把这视频尽量看完啊 对你觉得是有帮助的 呃今天小鹅是第五天 第五天要为你的控料做准备 第二为你的防疫做准备 因为第六天的时候就开始做防疫了 明天早上就是我开始做防疫了 做防疫 我再说一遍啊 以后这样简单问题就不要回答了 做防疫 就是让它三个小时吃完 那料 再控三个小时 就是上料一定在六个小时之前上料啊 比如说你明天早上八点做防疫 那你就在这家上前六个小时上料啊 为了你明天做完防疫以后 控料做准备 升温做准备 而且今天呃在后半夜的时候 把你做的防疫的疫苗拿在屋里 让它这个温度和它的体温差不多 这是一 二 今天晚上把多维都开始投上 明天一天一直饮多维水啊 这是我呃 作为小鹅 我现状非常健康的小鹅的来讲啊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 第二 最后一点啊 做完防疫 一定把鹅挑出去啊 以后你看看我挑出多少鹅 我会在后 视频中给你们看看我挑出的鹅 啥样 一定要挑出 让它直接就是说 别让它痛苦了 直接就 偷偷了啊 直接就让它 直接就完事得了 脚带它得了 所以不让它痛苦 所以说 你们所说的 舍不定千万别的啊 你养的少 你养的多你试试 你到时候你都管理不过来 有瘫痪的瘫痪 学学 拖拖拉拉的养三四 三四十天 在那个没了 是吧 一回事啊 明天做小鹅做防疫啊 做防疫的时候 怎么样的打针 怎么样对药 我再跟你们在视频里 说一下啊 啊 之前呢 咱就是说 每天我只有变化了 我再更新啊 不变化了 我不更新啊 因为一时说直播直播 一直没有时间 因为现在 第一是我嫂没有问题了 第二 我家的那个 玉璞这块 包括我事儿 太多了 就是时间推不开 等我想直播 就十点多了 十点多了 就是太晚了 也没有时 就是咱们两个人 都十点多 都赶紧休息了 一天累的都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争取 就是说 把这个段子 一定给大伙做好啊 看这哈喽 我瞅瞅 洗手 全时的哈 看到吗 这就是 小个第五天 你就是 这种状态 明天升温 还是这种状态啊 呃 希望大家多多 关注我呀 大家好啊 我今天更新 我家小儿正式是第四天了 因为昨天发的是 前天这样子段子 前天因为着急 呃 那边的大哥下床 就没有时间去 包括来客人 就没有时间更新段子 所以说 在日后的日子里 大伙一定把每个 提示文献你看完 因为这个视频里边 掺杂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因为有可能好几天 如果我没有变化的话 应该我为什么 情况下 或者有突发情况下 我再发视频 没有突发情况 就按照我这流程上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呦 这个温度控啊 温控看了吗 这就是温控最好的温控啊 不要说谁说的技术好 这好那好 不用行驾啊 还有啊 一点就是说 呃 咱家的小哥 从现在开始 第四天开始往外挑了啊 你记住 你的鹅也得往外挑 挑 为什么要挑呢 因为这样这些鹅 咱里也半巴拉拉 他白吃饱 白吃料 打着你还得花钱 所以说 你就把这些小鹅 一个个的 能不要的 啪啪 全挑出去啊 挑出去 这玩意就是杂掌 他都养不活啊 你杂掌赖赖赖赖赖赖 他也养不活 因为你脚子挺好 说一只十多块 呃 加二来块钱 你再喂 等你到喂了三十年 四十天 他死了 你就你闹心闹闹心 对不对 所有东西 咱们都是以事实情况 根据实验 听信 你那什么呢 就是说纸上谈兵啊 纸上谈兵都能谈好了 我也能谈好了 没必要 咱们干啥事都认干 而且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干好啊 把小鹅养好 是你最终的目的 你为什么养个 养个干啥 那你得为了挣钱 对不对 钱挣的多了 你才能有机会养个 钱赔的 你有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说 现在有上下部的额 上下部的额 尽量别去养 那个你存活率极低极低啊 我现在就是给你们一个忠告啊 我争取今天下午 或者说晚上提前一点 尽量早点直播啊 谢谢你们的关注 请你们多多支持 有什么宝贵的意见 可以多多提一下啊 谢谢 一定所有的视频你看完啊 看完视频 你又有答案 我不需要再重复回答 每一个重复 简单的问题了 有只重复回答 最难的 比如说你当时遇到紧急情况的问题啊 在直播间里回答啊 今晚我们还是直播间 见不见不散 今天是第二天 我说开神的时候啊 开神 怎么叫开神 就是用什么样方法 最好是用我看了吗 如果没有料的大盘 就用这种的 这种看了吗 把这个撕料袋剪开以后 给它这样涂 让每个小额 均匀的都吃上这个料啊 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这个上面如果干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被三天 如果湿的话 今天要两天之内就撤下了 一定看好别有发霉变疹的情况或者潮湿的情况发生啊 看到吗 这就开始吃料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正式开始了啊 下面我再说一下我今天用的第一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药 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咱们才能把这个小额养好怎么样去预防啊 我每期视频都会说的比较多啊 希望你们能认真看好啊 看完以后 记住了 这个问题我不会重复再说了 因为上次说过啊 这次我接着说啊 那个我现在去对小额第二天的那个药 开口药啊 就是我们下午因为需要上料 上药 咱们就是对一下那个 因为我这一边走着一边给大伙儿录嘛 天呗就敲毛枪指的整着我自己 那个咱看一下 那个都什么药 我给你录一下 我就对了 下回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啊 问我我也就只能说 告诉一下啊 因为这个小额第二天的视频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录制了啊 就包括什么药 我都给你们录在视频里面 咱视频就是有点长 大伙儿就是尽量看到完啊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一下 正好走在过程中啊 昨天有个人从微信里问我很多事情 我说的我马上直播了 不能单独回复你 夸家给我来个句话说 好像你要礼物吗 我连话我都没说 你问我的东西都 我都是免费告诉你的 我还单独的私信 你回了你 你说你问我在直播间里要礼物吗 哎呀 我都给我干无语了 这人好人真难做呀 哎呀 药药我搬哪下来 哎 这能看了吗 我用的是啥药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名字名字我就不能说了 看好了啊 还有这个啊 一万只为例啊 一大袋这个上个药是我要了四袋半轮的水箱我用了半桶的水 对这些药啊 详细的东西我都在这里面重复重复再重复啊自己必须得详细看 以后这样的问题我不会再重复回答了 还有一个这个啊 这三个样要放在一起 你所买的东西只要是国家标准的啊 果药准字的就可以啊 有生产批号就可以啊 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啊 我说的只是我个人见解啊我用的这几样药每一样药我用一大袋 只有恩诺我用的少 用了三四袋这个都是一样一大袋啊 这是小第二天饮水用的量啊 再重复一遍 一吨的水箱我放半吨水抽一半对这些药啊 一万只鹅的量 半生风情半生梦跌跌撞撞在路上 付了青春付梦想回首不再见过往 今年视频发的有点晚啊 先说后说小鹅厨啊 而且我要是对朋友的一种负责任啊 今天嗓子又有点严重 火有点大 我准备开始用药买药了 就是弟弟给我买了好多药 其实挺感动的 打井打了一天半才出水 而且水也特别旺特别好 打了68米也挺好的 因为我在视频上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井 第三点就是今天我家的小鹅厨是第二天 第二天呢 就是我说的就是说 用恩诺杀星黄奇多糖还有双黄莲 这几样药我在视频上还有流程都给大家还在加在里边 因为我对朋友的负责任 因为我那边的鹅大了 在浴厨期间我不进这个浴厨棚 就这个浴厨棚我是不进去的 我一会儿就是通过窗户给大伙露露小鹅第二天的状态我们不进人的状态看看是不是 浴厨你要能达到这种效果你养额一定会成功也一定会赚钱 而且朋友们关注的鹅的行情不要关注行情 到日子该卖卖该运行运营该进厨进厨 只要你成功率抓好了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 我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去各所有养殖户的或者朋友之间的韭菜 对于朋友的负责任是让我的厨就是说 给你遇的就当自己的遇的是一样一样的 所有的疗程所有的用药所有的东西我一向不会辣的 而且要比自己的还精心 如果是我自己的我早就进棚了 因为不是自己的更要对朋友负责对养荣户负责 所以说我一定要精心养好精心对每一个信任我的朋友 嗨打个招呼小鹅 用粉丝把我们的要求啊 我又做了一期视频 从小鹅的第一天开始到家开始啊 请大伙都认真看啊 而且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一定把我这个视频看完每一个细节啊 这样的话对你养额肯定有帮助 我们家到家第一天水提前两天 把整个棚的温度升起来 水要它变成是温的 第二就是要水里边加多维让它饮水 自由饮食饮水就可以啊 放在棚里一直饮 今天就是让它饮多维水 不让它去做任何动作 没事就让它来回跑啊 今天是第一天 不要喂食 就是饮多维水 我还会把在从一到十七天的那个流程 还是每次发在我的视频最后方啊 有什么需求 那里边也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一定自己认真看啊 那里边包括得什么用什么药都有啊 一定看好认真看好啊 希望大家给我多多关注 多多 看看啊 我今天把我的小哥下地了 下船了 你看我们东北啊 村草不生 现在都没有草 我这在树林子里边 一点草没有 不像你们说的吃青丝 吃啥呀 什么都没吃只能在地上溜达溜达 让它走走 省得它腿瘸或者腿不会走道 因为在网窗时间长了 是腿是不会走道的啊 它是瘸的 现在整个的全部 今天让它下床溜达溜达啊 我们现在我们的室外温度高 二十多也就那样嘛 但是也有点凉风 但是感觉下床以后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争取一会儿我就给它进棚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怎么下床 或者是说什么时间下床 你看自己的鹅的状态啊 出来一定让它跑跑 不管你有没有草 或者有没有料啊 都得让它下来跑一跑 有的啊 我昨天去送道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还有好多事情的发生 我没有发视频 也没有直播 我今天先发我小船 小鹅下船的 明天我再发我送饭的啊 明天再发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我呀 拍神对我说 翻身在几年 说我几年更穷不远 更前最有远 想什么将 有什么好将 嗨 我应粉丝宝们的要求啊 给你们拍风 排了一下 我刚才在外面排 那个排风是中转的 就是比如说 等到十多天的时候 棚内的湿度 或者潮气还大的话 给放在地的中间 顺着放 就是放两个 都往一头吹风 就是顺着放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这放西风 两个 放你西风的 那你往这边 有道着上的 有正着上的啊 这个你自己就是 样的一顺 要是都样的西风 全样的西风 就从那头移植 一顺着再撒 全西风这四个 因为我这个棚比较小 这是60米的衣橱棚 专门衣橱的棚 这是60米的 所以说你就用 三个棚上 那俩是各地的 加在上面还有一个 那个安在墙上的 以后我给你 录下视频 你看一下 墙上那个视频 你必须有的是 旁边放个棉被 在三四天之内 就给它放上 完了等到开通风的时候 给它打开 这样你屋里的石温 就不会过度的散发掉 或者跑掉 因为你层高的高嘛 那就往外跑嘛 所有的热度 都跑到外边了嘛 还有我这个 大伙 应大伙的要求啊 你们尽量把我想讲的 想知道的视频你们看完 因为后边不一定有啥好东西 包括昨天说消毒的东西 我将今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视频的废户房 用什么样的消毒 完了我给你放上一个简易的东西 完了我给你手写上 你上网上搜一下 就应该能买得到啊 如果实在再买不到吧 我想办法看看 咱们是怎么能让它 让你们能买得到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小鹅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做 出现通风 我这现在十天了 也出现点清晰通风 我这个通风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不是说你 就喂你多少料就造成了 因为我一直在控料 一直在喂葡萄糖和小树达 这次呃 是因为应急造成的 因为昨天和前天 我们这边沙尘暴 整个棚都给他们给周开 说实话 好多棚都已经 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采加宝 养牛的棚都周开好多好多 所以说这个应急 产生炸产生就直面一黑 因为咱俩小哥是二小时 一直打灯打着的 所以说一一一灯一灯一关 他就来回一顿跑一顿跑出汗了 反正在屋内的时温在下降 就感冒所造成的通风现象 通风有了咱不害怕 咱们就是不会像你想象的 说大伙不是炙热或者什么 一旦得了通风 不要用任何药 就是把通风治好 治好以后再去别的病 通风的要求我 每期视频都会说 就一定是说通顺在白天上午喂料 下午你就喂点白菜 喂点青草 你就不喂料 这是一 二是就是说 葡萄小葡萄一定一直喂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 通顺就是晚上 晚上一直通 通到第二天早上 到了十个小时 十二小时通 绝对没有问题 一旦得了这种方向 没得了可千万别这样 有什么需要呢 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就是我还会在视频里体现 或者今天晚上 我们将直播早一点 因为我后天 明天要有事情 要去富二厂送饭 我们到时候再把富二厂 咱送到的一个全程 用视频的测试展现给大家 今天晚上我应该是早直播一小时 晚上过一个小时 因为我要休息好 因为我开车三百公里 来回就是六百公里 还得说不间断的开 这样事的话 因为咱们要把蛋安全的送到花场 才能付出小额的 咱们才能有钱去养 对不对 还有啊 需要什么疗程的东西 就是需要什么东西 我都会每天 你们给我提提要求 一定打在评论上 你打在评论上 或者说打在我每个视频的评论下方 你多点点个赞 让上了一点 这样是我根据你的视频 根据你的要求 我在视频做下全方面的一个视频 要不我昨天说的几个 我今天看一刀提 你有事就忘了 对不对 记住 我之前也是个白领 一个时尚的女人 因为我这衣服都是我原来不戴养殖时的衣服 我又拿着了 让大伙也看看 什么样的人都能干养殖业 只要你有痕情 只要你有定力 只要你想干 让自己活得更好 那就自己努力 自己干自己所想干的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你多多点点小红星 这些来去都匆匆 有多少人们不知不觉 身陷其中 忘了曾经那份简单笑容 把你的心给我 把你的爱给我 这样我才能大胆成 是有更多的把握 我要的也不多 嗨 这个谁也别说 是一家小鹅没有死亡 也有啊 都有伤亡的啊 只是多少而已啊 养鹅就是一定看好温度 看看我鹅的叫声 现在这只鹅已经第九天了 第九天状态还是很好 因为现在手机看护期 人家要养殖后来讲 是痛风期开始了 一定要管理好和看好 还有就是说 也说养殖业都是 百分之成活九十九啊 一百啊 不现实啊 就我这养这么多年 我没说说我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我就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上下 这个东西你不能用额外的东西来欺骗信仰的后 或者说 不懂的来进入这个行业 还有我听的故事啊 我给大家讲故事也是 这个故事就是由来打来的 就是朋友之间说有一个人要养额嘛 就是养额告诉一只利润是八十 利润八十 我的成本都七十上下话 利润八十 咋来的 你那鹅是吃空气喝凉水长大的吗 喝凉水也得用钱呢 有电费呢对不对 就是有些时候啊 要自己动他脑袋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还有好多朋友问我浴火料的事啊 浴火料我正在跟厂家沟通 沟通好了以后 我会及时的跟大家说 浴火料怎么去拌料 用什么料 你的肉食额怎么办 你的肿额怎么办 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等到咱们 我谈好以后价格 包括运费这块 因为咱全部各地朋友拿的都有 怎么样能让咱们自己 一起养额的人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 这个你可用可不用 也可以自己跟你们自己跟厂家谈啊 如果吧 主要是把他的配方和他的用法要过来 还有这个价格 你想人家谁的便宜用谁的都一样 用谁的 我也说给你的便宜 你放心 这肯定没有问题啊 再有一个就是 还有好多朋友就说 想上我家来的啊 你要是家里有额的 或者是你是料厂的 或者你是兽医 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 我院里现在好几万只鹅 包括肿鹅 你现在带着 现在情侣馆这么严重 你带着嘴上我院里来 你不提前打电话 直接往我这儿院里闯啊 别说我不跟你们面子啊 最后跟你 最后跟你 要是跟你 咱说闹个不愉快 也倒是别怨我 别说我提前没有说啊 就是想参观那可以 因为他没有养过鹅 这边没有鹅的朋友 就是唯一我说的是料厂的朋友们 还有受药的朋友们 我药也不用你 你不用上门来推药了 药也是 你能给我发药吗 你能够先给我发药 药是吗 你要是说药让我发来 我先试试也可以 药您让我发过来 我试试也可以 你看我试试好使用用钱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也不要 私自闯进我的养殖区域啊 一定要在门外 跟我们打电话 跟我们沟通好了 你在那进来 不沟通好了 今天那个朋友说的 进来以后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 不管是任何人 我这也是撑击了好几百万的东西 你说进来就进来 造成损失 谁能给你承担呢 对不对啊 请所有的朋友要自闭啊 我也是今天穿了一个 我火的那个视频的小背心啊 请不要在评论下边 评论一些用不着的 走老爱举报 那些有啥用啊 有啥意思吗 都没有啥意思 对不对啊 咱们大伙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能多赚点钱 试点钱 对不对 我出这个视频就是为了更好的 让 返向创业 回家创业的人们 能得到一点指点和帮助 别的我也没需要谁 别的我也没有啥需要的 或者要求回报的东西都没有啊 在这里有感谢大伙的关注啊 谢谢你们的关注 多点点点小空气 让我的神气 冲破两万 半生风景半生梦 应粉丝宝们的要求 我做了这期视频啊 但是我要留作业的啊 我这期视频做完 你们看完以后 晚上9点 咱们在直播间提 你所看到的问题和要求 我们互相沟通 找到更好的经验 把额养分更好 成果率更高 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 希望你多多关注我 多多点点小空心 人气走起来 就是网床 是怎么搭建的 有多高多宽 网友有多大 这是二一个是水槽子 用什么样的 最省钱最方便 而且用的又是经济又实惠 因为我这边也是在浴厨嘛 所以说这边的 用的是最方便 最经济最实惠的 还有我还是将小额 1到17天的整个的流程 放到视频中的最后方 你可以看一下 也根据鹅的状态 不要全身心去扒我这个流程 没有用 你根据鹅的状态 随时可以更改 随时可以改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我这网床 王眼有多宽 床有多高 我这是50 这个柱 这个柱 这个柱是50高 50高 根据你地面平不平 你地面的话 我这底下是土地面 这个面你可以根据那个上面 你超平一下 有高有低 我这边这个是最标准的 50的高度 下边是竹床 看见了吗 下边是竹床 底下是用的那个钢管 搭的架子 上面搁的那个竹床 竹床是多宽的呢 是长是3米 宽是50的啊 这是竹牌的宽度啊 你剩下就根据你的大棚的宽窄 来调解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往床的是 我这是0.6的 0.6的 你也可以高0.8的都可以 但是越小吧 大了它分辨不爱往下下 但是不爱卡额腿 大一点卡额腿 小的时候看重一点额秒小的话 水桶上面有空调自动水线过来 下来以后看了吗 用这样的水管 这样的水管就是比较好清洗 好了小鹅喝水还容易满足 就所有的都可以够用 这就是下水管啊 那个是这个小细的下水管 大了再换粗的 小鹅的最佳状态啊 大伙所说的刀毛啊 我这也有刀毛的 看见了吗 都有 这个东西避免不跌跌撞撞在路上 我这边的小鹅今天是第七天 第八天了 也是进入危险期了 你记住啊 所有的鹅 我还是啊 状态放到最后的 包括养鹅的流程啊 包括怎么预防痛苦的流程都放到 视频最后发油鹅 写了一个小简易的那个流程啊 但是我这个流程也得跟你说一下啊 所有的流程里看你鹅的状态 根据你鹅的情况而定 不是你固定的这么做就得这么做 鹅要是不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这么做 一旦有突发状况这么做就不行 比如说现在这个痛风现象 那好 一旦得了 有可能你比如不要用 要了 必须先知痛风 把痛风搞好了再搞别的 要不你会加重它痛风的病发率 死亡率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好自己鹅的状态 温控一定控制好 温控 这个温控控制好是鹅的体感温度 而不是咱们温度器的温度啊 你得控制好七天 这时候就是说我一般的五天 打个小问挑一遍就开始天天没个挑了 残鹅小了弱的你看以后能 你也可以高一边痒 也可以直接不要也可以都可以啊 自己一定要想好这个不是舍不地啊 一定要舍得地 不舍不地就是浪费你的资源浪费你的钱 浪费你的财力 人力都浪费啊 还有所有的朋友 不要私信问我啊 鹅咋样咋样私信以后我不回了 评论区里见 你有什么大问题评论区里见 或者说我每天直播的时候你来直播间 也可以听也可以看也可以聊 咱们聊的都是实实在在 或者说我的经验而谈 包括我发生的所有故事 都可以来听一听 也可以问一问 因为私信太多我回不过来 我也看不明白 因为私信里边有太多 重要和不重要的 有的没的都说 所以说我不想回了 所以说你们要来晚上 我每天晚上都不间断的直播啊 不定哪个时间段 在直播的时候 我会提前预告一下啊 也谢谢大家 能晚间能来到我的直播间 咱们互动想法 怎么能把鹅养好 怎么能把钱赚到手 少赔钱 多赚钱 包括大鹏怎么建啊 温度多高 空路的高 我现在为啥也去看着这个小鹅 这小鹅 因为危险期了嘛 开始进入危险期了啊 进入危险期的每一天都要观察 每个每两个小时 三小时必须近方看一下鹅的状态啊 谢谢大家 有想养鹅或者想咨询鹅方面的所有知识 包括建篷的知识 晚上来我直播间 下来 蜜蜂海 我深深的来 蜜蜂发微彩 我是 心里种下一颗粽子 大辣的大辣 这个鹅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火小 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鹅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上又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 最后方 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跟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 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包括以后 在养鹅方面 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鹅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的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屠材厂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是说我给你品种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啊 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 你看是帮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动三轮出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父母 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只要乡下人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中日 马上给大伙去看 总额 父母疾病 总额看吗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 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种鹅 想养种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想养肉食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种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 都想养肉业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说的 你吃饭你还有咬舌头 咬腮巴巴巴的时候呢 你鹅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 咬牙塞牙的时候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四十多天了 还有几天 还有个二十多天就出来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不跑 他不要就是怕生 人生 还有啊 你最近想养额的 一定要慎重了啊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匹 一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 养 新养的养殖库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额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水水高发期 所以说呢 我的提醒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额 支持和养额时间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一个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草受药 包括中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盘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伙想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额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 又手写的一个小草稿枕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 最后方 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我绝对 包括我的养额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的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有的东西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蔬菜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说我给你品种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去养这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啊 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 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不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 其实标准化是很难的 简直也做不到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父母 我的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啊 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我只能说说 只要乡下人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终止 马上给大伙去看 种鹅 父母级别的 种鹅看吗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种鹅 有想养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想养肉食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个疫情有很多人因为好多行业 关闭和倒闭都想养鱼业 但是我劝你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单单说的 你吃饭你还有咬舌头咬塞巴巴巴的时候呢 你鹅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牙塞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必定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40多天了 还有个20多天就出来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他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乌乌跑 他就是怕生 人生 还有你最近小养鹅的一定要慎重了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批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新养的养股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额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雨水高发期 所以说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 去对养额知识和养额时间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场受药 包括中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把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这小个刚做完防疫 我把料已经上好了 但是他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扣料吗 说五小时这也不能吃料 打完针以后 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他就老是在那趴着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 保证几下几点 记好了 第一不能让他气堆 保证温度的上升 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放风 让他凉一点 因为来回跑来回跑 会出发热 一碾因为太大了 降温完事 打针过到一半以后 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 升到让他再平哭在这个铺上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额体的额额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打针 会忽冷忽热 他会有应急 晚上后半夜争取 再放点抗病毒的管感冒的药 要再上一遍 给他上三天 这样就防止后期的感冒了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 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 都可以预防一下啊 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 你们不要带节奏 我不比那些 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 你说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 我不比坦胸露胃的好多了吗 我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坚信 包括我养的过程 讲讲我的生活态度 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 扭屁股了我腰了 不强多了吗 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对农业 对农业发展 包括乡村里边 你想养殖 想干这个事业的人 一个提醒 一个帮助 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 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 老是给我带节奏 明天我会给你们发 我的小儿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 这不是就算老三吗 那边还有老四 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 让你看看 往后再发点种额 让你看看 我是一个厂子 不是我说的 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 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 我也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料厂 我只是一个合作社 是养种植合作社 你可以查一下我 都会查我到底是干啥的 不要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还举报我 有意思吗 我说的这些 包括给以后的 年轻的人想返乡创业 打个标杆 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 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 老年村 这是我最大的宗旨 所以我在这边我建了两个厂子 一共12栋大棚 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 有120米长的 有70米长的 一共是12栋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任何人想来我厂区学习和看额 包括想要干的 不要你养个三只五只十只八只 三百五百 你也来找我 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 因为你几百只的额 去服务这些东西 我们沐浴 真正想干事得的 干大事得的 把农村发展好 要农村的 年轻人回村有工作 这是我的宗旨 也感谢大伙的关注 谢谢你们 嗨 看看我的手 刚上完料 我家小哥今天是22天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了 防疫有几项注意事项 你听好了 一定听好 认真听讲 第一 在做防疫的前五个小时 不要进料 在头一天 就是今天就开始 22天开始饮多为水 做完防疫以后 我是最重要的 温度一定要升上两三度左右 让小鹅自然而然的去走动 不要去碾 也不要他去蹲 他的体感温度就想 感觉到舒服 然后他自己就散开了 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去碾他 一定不要去碾他 因为做完防疫本身他就应急 因为天数大了嘛 就比如说六天才做那个防疫的时候 那没问题 这个现在太大了 二十多天了 做这防疫一定不要去碾和擀他 让他自然而然的爬自然而然的去吃吃 让他自然流流动啊 不要碾 不要去那个 让他扎堆 一定让他体感的温度特别好啊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 完事以后再饮一天的多围 记住了啊 打这个防疫的时候 我要把一个油的头头包包 再用咱们的那个那个疫苗对在一起 一定记住了啊 我只能分享到这些 但是现在好多问题都是 发完视频直接限流了 发完视频 给我就不让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咱也没坦胸露背 咱也没打地 但是不知道为啥 啥原因我不懂 就给我限流了 你们要是看好了 记好了 限流我也不会重复发了啊 一旦要是说不让剥了 那我也不能重了 我希望我的视频 能给你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也能帮助你在养殖道路上 少踩坑 呃 能净少减少伤亡 呃 谢谢大家关注啊 多多铁铁小红鑫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呃 养个人有多辛苦 待会看看 看看我的汗 今天比较近距离的 让你们看看 已经全是湿透的 上料 本来我也爱出汗 说实话啊 在于干活 在这个高温情网下干活 也是很累的 汗就是说你啊 你多高的温度啊 额头那么大了 还不说温 我们在边现在晚上是零下 就是零下 四五度 而且现在有的地方都已经下小冰暴了啊 下雨了就是 额不脱不了温 不敢脱温 脱温容易感冒 呃 温差比较大嘛 所以说啊 你要看我最后我小额吃舌的状态 今天我们正式加餐了嘛 给加了四顿 啊 原来两顿现在变成四顿 但是每顿的量还是第二呢啊 每顿我加了四顿 四顿 也看看我的小额长势好不好 长得大不大 肥不肥 呃 还有一个就是 呃 有人问我的棚子啊 包括你说的啊 你饿不死啊 饿 谁养饿没有不死的 我不敢保证 我养饿我也不能保证不死 我也不能屁屁都好 对不对 这里你看你自己的管理心细啊 呃 我说死多了 你说看 就是巴巴的 又输 养不好吧 我说死少了啊 他这么吹牛逼 咋啊对不对 所以说我 只能说 用我事实行动 看我的鹅 养的好不好 状态 啥呀 只要你按照我的状态 看着我的鹅啥呀 你的鹅绝对状态就是最好的 而且你的鹅 上网率绝对极低 你不信你就从 到一天你一直跟着我的视频走 你两个看你的成果率是多少 但是不能气温互高互低 一定保持我始终的鹅的那种状态啊 鹅的体感的温度 不是你人 不是你温度计啊 不是你大鹅整个的温度 是鹅体感的温度 记好了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感谢大家给我点击小通心 谢谢啦 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你 我家小鹅今天是20天了 为啥没发断呢 我后来说啊 先说是小鹅20天开始 可以加料了 我是加了4吨料啊 每天喂4吨了 从现在开始 勤为还是勤为少为保持着有料 能间隔一小时没料 比如你第一顿上完以后 一个小时吃完了 第二顿隔个四五小时上第二顿 啊 第四顿 您今天开始正式加料 加到四顿料啊 呃 我也还是说 最后我还是把小鹅在吃料过程中 包括他的状态 包括他的状态 发给大家 包括我的小鹅20天了 马上又开始做情流感育苗了 我准备跟我们这个算是老三的 跟老四一起打 老四打小鹅呗 呃 因为现在刚到的嘛 呃 要预防一下 包括这两天不也是降温吗 再喂点预防一下 可以就是压一下 预防一下啊 姜末羊了 或感冒了 这些药再压一点 中药形式可以 也可以加西药 也可以干了卡帮 大伙自己看啊 根据自己鹅的状态 请一看 怎么去用 怎么去喂 大伙自己跟你啊 我再说一下这个踩坑的事啊 踩坑是一件啥事呢 是我买这个水槽 很好很方便 包括鹅也淹不着 特别好用 唯一一点不好的原因是 如果你用葡萄小树桃 通顺的情况下 它有沉淀物 这个沉淀物呢 就会这个整个的水管 毒水管一通水 就变成我现在这个劲 或者都是水 包括看了吗 又被也划伤了 看了吗 包括这边 这这边胳膊全是小红脸 全是小红脸 就是个的 滑的 所以说你要是想养鹅 你就得精心精细 自己想好 每件事要讲究技巧 而且每件事 每一件事情都要细细到极致 你自己吃辛苦 你才能养好鹅 如果不是自己管理 如果不想 还好好管理 包括你雇的人 也要一定要负责任 这样你的鹅才会养好啊 水桃大伙再想想啊 看看什么样的水桃 好使吗 我的水桃都坑了啊 你注意一下啊 请老姐们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谢谢 太漫长却知不知 遲天涯间 谁仍记忆 哪里花若雪世界 我这一上边进去 这门 哎呦 看看啊 我今天特意把这个角度调高了一点啊 让大伙也能看我的小哥啥状态 看着小哥的叫声吗 多脆 多吵了 我也很高兴 咱那个小朋友们 还有老朋友们 亲朋友们 包括咱粉丝团队的朋友们 你们认真真的看我视频了 我上一个视频把小苏打和葡萄说反了 真的有人还能反应过来 有人说的 你说的是不是说反了 确实是说反了 我就希望所有的人 看我视频 能把我的视频你看完 多多少少对你肯定有点启发 如果你想养鹅的话 你肯定你在这里边学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但是呢 我不会说啊 为这个为啥的长得大 我肯定不会说 只是凭我自己经验 凭我自己养鹅的这个现状 给大家说说 我家小苏今天正式的话 是16天 因为我15天那天 我不喜欢了吗 也是上一个 视频前一天 我出了点意外 我发生断 今天应该小苏是已经16天了 我今天最后空一次料 明天准备夹料 但是也不能像咱所说的 随便不可能 就是半袋半袋的夹 半袋夹 就是比如我现在一天起袋吧 起袋 那我就可以夹到起袋半 明天就是一点点往上夹 看鹅的状态 你记住 所有人一定看鹅的状态 不是像你所说的 这温度咋调啊 多少度啊 哎呀 这鹅可痛快了咋办呢 招咱都有得有 其实看来用不用 这个葡萄水 不是说你就让它饮多少斤为止 是让它饮够时间 这时间够了 你可以放了 扔了不要 只要饮够时间 把这个酱酸液排一排 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症状 现在咋呢 只有说 卖药的 或者是说 厂家的人 给你们建议一下 用些药物不要 用脱汤小酥汤来通胜 或者说 控料把鹅都 就因为控料 而给的通风 那我呢 到现在没打地 也许这个季节也有关系 我跟大伙说一下啊 季节跟通风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季节的通风本来就少 商量本身就小 谁说啥没有用 你说不得通风 本来他也不爱得通风 那咱们呢 是有预防 一个有预防 二是也可以治疗 这过程中 我的预防就等于是治疗 在它来 那几天咱预防好了 几乎都没啊 就是一摘一摞就过起来 都特别好 它不会像你所说的 大大小小全处问题 看我的鹅 你只要我在这儿 你看我周边全来一个 只要你说话 哗哗全来 来他在吃空气 还是那种状态 就特别健康的一种状态 还有不明白的啊 大伙我将继续分享 我每天的料水 饮多长时间 还有用的什么药 大伙可以根据你自身家里 在什么地方 根据你当地有什么的药 可以对症下药 就是我说的这种 我用的这种 可以用相处的药物来代替 都可以啊 不是固定 必须用它 或者固定 我必须怎么怎么定 没有固定的东西啊 养的没有固定东西 还有想来学养的啊 嗯 咋说一下 我代替就因为 好多事情 我将在以后的视频 慢慢分享给大家 什么原因造就我今天这个 鹅出现这种状态 或者那个鹅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我会一一跟大家解释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今天我的小哥 应该是第15天了哈 15天 昨天那段子没有发成 嗯 因为出了点小意外 这种意外说啥呢 就是 危险时刻不来 所以说我提醒 啊 开大车的朋友们 没事检查检查你的轮胎 检查检查你的车 在行驶之前一定要检查 因为我昨天 影面过来的大车轮胎 掉下来了 给我也打上来 所以说 这个危险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也是 意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起来 我很庆幸 我也很 特别的高兴 我还能站在这里 还能给大家继续发段子 今天发断的说啥啥呢 你不要问我 小苏打多少克的 葡萄糖是啥样的 人用的 不管你是多大克数的 我用的全部是人用的 比例1000比3比10 1000斤的水 比例是3斤的葡萄糖 10斤的小苏打 再记住了 不管你多大含量 要我要饮他一般的10个小时左右 必须超过10个小时 如果严重 我就超过10个小时 不严重 我就10个小时左右 饮时间 不看你净多少 就是1000水对这些 饮够这长时间就可以 不是说你就1000斤水完事了 不饮了 停了 我再次发一遍 不要私信问我 再问我这些问题了啊 因为我是 按照我的经验 按照我仰额的方案 按照我仰额的标准 告诉大家的 你可以学 也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学 你也可以跟你 你当地的兽医 给你开的药 怎么去喂 怎么去养都可以啊 实在说 呃整不好了 可以看看我的经验 也可以 今天的小鹅就是 啥状态呢 就是让它 现在不管温度 你不要看说 啊你的多少度啊 几天多少度不用看 看鹅的状态 鹅的状态什么样 你的温度就会是正好 我现在的鹅的状态啥呢 吃空气懂吗 就在张嘴哇哇哇刀 空气听了这声了吗 听了听东西 再有个就是他刀槽子 那个刷刷刷刀槽子 完了自己来回去走 自己就来回走 这就是我现在小哥的状态 再有两天我也就不用空料了 我是空料 从七八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两顿料 每天都是吃三四个小时 现在也就吃两小时 我空了八个小时 你就想想吧 就是每天吃三小时空两十四三小时 反正一天就二小时一直是中间空了 一直让他多喝水铺糖水了 包括白甜品他们有的药 包括这个保肝护身的药 你都想好一定一定的啊 我今天发一个这个段子啊 有带节奏的或者在我评论器评论的 我也不想妄加去说别人什么 我只是想做好我自己良心做好 我才能有遇到危险那一刻 我能化险为夷 多谢大家的关注啊 谢谢 今天的我家小鹅十四天了 我还是以大通风为主 要适应现在的温度 现在把我这边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了 还可以 一定让他很稳 就包括我现在最视频的最后 我将把温度控制在什么状态 就是小鹅的状态是什么样 你就是按照那个标准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还有就是 总统说朋友说那个养鹅啊 昨天接到一个电话啊 也是粉丝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想在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草场 但是没有棚 他说我给他答复 他说我不建议 让老远去去 来回的路途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跟前没有屠宰场 没有一个拉鹅去 愿意去拉你那个鹅 因为距离太远了 这些钱都瞎放在距离上了 而且你没有一个真正懂得的人 还是养不好 因为那边问题也大 所以说你要选择看看 找一个什么人 能适合于你能管理好 而且就近能拉到图兰场的场地去养鹅 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所有的建筑 你一旦投入在那个地方了 你已经投入了 你没法拉走 那就是废铁一堆 最后你只能是损失这些成本 你养鹅再养不好再赔一点 所以说你最后有可能 捞一个血本乌龟 这样的栗子 接接都是啊 不会说一笔两笔 因为都是因为啊 我就找一个地方贪图点便宜 就是这个草草 吃的草 养鹅嘛 然后在这盖草 这个不是说你想盖 想建一下啥 我就是永远都是让新返乡创业的 或者新想养鹅的人 轻之产运营 什么要轻出来 能不要自己去建筑的 就不要自己去建筑 大张扩幅去干 因为我这个坑就是 我自己轻轻过来的啊 我就是因为急剑急剑急剑 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 别看我养的这么好 也是因为钱赔出来的 也是没有回到成本的 所以说你得找一个 比如说你想跟我干 就离我近一点的地方 因为你鹅有问题了 或者说尿了 或者要了 或者秒了 咱都互相有个照顾 包括你卖鹅的时候 咱也可以有个照顾 但是太远了 我们也照顾不到 包括现在老鞋都来电话说啥呢 我鹅就是黏吧 其实这些东西吧 我不管妄加判定是什么毛病 只能说你得找你当医生去看一下 判定对错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吧 我不能判定 我不能误导你 所以说有些事情 如果你们想真正想想 是想咨询呢 还是感觉我视频做的听不明白 或者我还差点哪想学的 可以来到我场地 也可以进到我场地实际 实际跟踪几天看一下 但是尽量在我来苗之前你来 比如说我现在后天又该到苗了 来苗之前你跟几天 你不能说你只能听我说 你就是摸索去咬 这样是永远都会失败的 我明天将去送蛋 明天的更新段落 有可能是别的 就是大伙说我捧不好 伤毛率大 包括那些通风怎么怎么地的 我将把我每批的鹅 给大家的视频里看一下 包括第一批第二批 包括总鹅 让大伙看一下 到底是我养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你见盆见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必须得用这些药才能养好 还是我指上坛丁 如果你们再不服 可以来跟我挑战一下 你来咱们试试 看到的是谁行 你不行 谢谢大家 多多关注我 今天我家小孩儿小月13天了 今天我下午醉了点黄奇脱堂 加上卡巴 就是怕他防止他这两天得通风发烧 所以提前我就预防一下 因为这几天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危险期 一旦控制不好保力护不好的话 他就会得 通风完了就张国言后续的一系列的病 他都全会跟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一定把小鹅保护好 刺风好 你才能挣到钱 要么你挣不到钱 还有几件事想说一下 那个大家就往后看 你对你肯定有用 不管你啥事进除 现在我出现那个富二场脱胆现象 脱胆现象的苗不是不愿意让你要 也可以要 就是这样的脱胆现象就是现在恶性循环 就是这个苗一旦出现脱胆 富二场不想少赔钱 甚至不赔钱 怎么做到的 但是事情我不能说 第二个是啥呢 养殖户 你不要了 你要就是不养了 或怎么样 这是出现脱胆的 这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想养 你可以根据你 枝根枝枝的浮华场 了解的浮华场 做人比较 怎么说 做人就是比较诚信的浮华场去联系 它卖给你的苗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想想捡着便宜 所以说捡着那个便宜 你不一定捡到真正的便宜 好比说吧 我自己也捡过便宜 5块钱 3块钱的厨 咱都捡过 其实捡来的一个厨 伤亡率会很大 伤亡率大 成果率就低 但是你要是买好厨呢 花厂再挣你点厨 不化厂也挣着钱了 咱们成果率也高了 咱们那成本也会降低 不要看眼前的那点利润 那点钱 给你省个快报码钱 2-3块钱 你以为两个厨都捡一个厨 其实不一样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或者是说还有花厂呢 从南到北钓 钓苗 就是钓上面苗呢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苗它是从 不是它发厂出的 从它发厂钓 就给你便宜 它的苗可以卖贵一点 好苗我卖点 我定的苗的时候 如果我出现那种苗我赔钱 但是我给你从别的苗手拿的苗 我不赔钱 我能挣钱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大伙一定要自己动动脑筋 为什么要便宜 便宜没好货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伤亡大 你假如说你感觉伤亡大 伤亡大和厨有一定性的关系 和你管理有一定性关系 不可能全赖苗 也不可能全赖自己 你的管理上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呢 苗的 苗的质量也都占那几成 所以说呢 好多东西一定要自己看好 想好 不要认为便宜我就上 便宜我就捡 这个东西真的便宜没好货 记住了 这不都想看我家是怎么取暖 怎么卤筒是怎么来的吗 我家的那个卤筒看一眼啊 顺着我手看一眼 都从那个 鹅的上面一点 把卤子过去 外边搁点引缝机 底下用的是骨缝机 有些东西吧 你不是说我是怎么样连 你就应该怎么样连 根据你的棚的大小高矮程度 来划分你这个鹅旁的取暖 怎么样取能好一点 自己设计一下 还有一 就是今天那个我家小鹅 就是十一天了 十一天了 但是现在呢 有点啥事想说一下呢 就这人咋有这么臭不要脸的呢 咋还用咱家的图片 用咱家视频 说吃他的药 就好使了 喂他的药都毛长得也好 鹅长势均匀 长势好 这要脸的人 你真臭不要脸 我最后把在我的视频最后方 把这几个人的号 我发上去 大伙就注意一下这些人 说吃药啊 还是喂的啥呀 咱也不清楚 我是没喂过啊 也没整过 我测试再声明一下 把他们的所有的人的那个账号和名字 我发在我的视频的最后方了啊 自己看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取暖 这不刚说完了吗 就是这个通风 通风怎么通呢 你别说啊 你的鹅多少度 你加多少度 不要看 看鹅的状态来调整温度 什么叫技术含量 这才叫技术含量 其实养鹅有技术吗 没有技术 技术含量就在你的温控 怎么温控 你比如说是鹅 就看鹅的状态 不要看温度计 也不要看你炉子烧多红 没有用 看鹅的状态什么样 鹅的状态是散的 就是几个拈到一起趴着 没有问题 别都漆上小堆小堆小堆的 那就温度是 要不就矮 要不就过高 还有一就是通风 我家看后边那个亮灵 那块就是通风口 那边是窗户 我对面是有个引风机 来回拍风 这是一 二 门 门也可以拍风 门底下一定要放塑料 高于鹅的 你的上面一点 不要让它的风直接吹到鹅身上 也不要让它有过堂风 就是这两个是重点 再有什么需要 或者说有什么想问的 我将下棋 慢慢的 因为这两天鹅不上热了吗 我也是急 等这个看着这个温度 完了休息不好 就是视频做的少一点 将在最后我把这个鹅调整好以后 我将每个老铁的问题 将一一用视频给大伙展现出来 谢谢你们的关注啊 给我点点小风行关关注啊 谢谢 喂 今天我说说我 这两天没法断的这个事啊 七天那时候 第八天的时候 我说控料做那个嘴背啊 我跟大伙说了 其实包括第九天 第十天都是两对按字喂料 就这小鹅 大伙都记住了啊 就是想养鹅的朋友 想反向创业的朋友啊 你把我这段视频看完 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肚量 能不能回家干这事 以后你能不能做这个事 你能不能把这养殖养下去 说的就是啥呢 我在昨天是9号 我去送中担往花花塔的时候 这个鹅出伤的热了 就是温度没控制好 现在我这小鹅跟水洗的一样 包括今天就是第十天吧 今天下午又给我凉了一下 工人就是炉子没有烧好 炉子天没天晚了 先给我上去料 后弄的炉子 这个怎么说就没弄好 而且这是不让大伙来跟我学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这儿 因为我这是一万只小鹅 是我的辛苦的钱 我的心血的钱 也不像别人一样 就是说跟你录我家的那个图片好的鹅 坏鹅不录 说的都是假话 我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现在我这个小鹅状态 今天缓过来一点了 现在已经很好了 要不都跟小鸡蛋水洗一样 就是水洗的原因就是一 你温度低也一样 也是这种状态 你温度高出汗也是这种状态 你想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这鹅就会感冒 也会疾病也会来找上来 所以说呢你要在这个阶段 一定把他的这个温度 怎么调整好 给他用什么样的营养的东西 或者是你投点中药感冒的抗病毒的 都给他投一点 让他好一点能欢喜一点 一会我会给你看看我这小鹅的现在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这点主料 就这一万只鹅多少钱 你想想你的损失就是在这上 因为你这样是的话 伤亡率就会稍微增高一点 因为本来没有那么的伤亡 你有可能是因为他伤亡一倍以上 所以说呢你要是看好你的损失 和你掌握不好的情况下出现的后果 你再想想你这个鹅还能不能养 你这个创业做养殖 这个鹅都说怎么教 就是你在我这学让你来干 也有可能你整不好这个温度 掌握不好这个温度 所以你鹅才会出现问题 昨天就有人说我了 你看你还得录你小鹅的水洗了 是水洗了 我也把我现在的真实情况 跟这些你们小小鹅的喝者是 刚要养个不懂小学技术的人 自己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如果你能承受了那你就可以养 因为这批不好你不还有下一批吗 总结经验嘛 就像我的衣服天天是精湿精湿的 湿不是因为我彭湿 有人说我你那彭潮啊你得得通风啊 我这个今天10天了我没有得通风 就是因为忽冷忽热给他弄了稍微有一点点感冒 也没有啥大问题 我是因为我烧煤这个炉子的加温 你看我后边有个炉子吗 加温所造成的我出汗热 所以说我还特别爱出汗 就是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 我一会给你们录下小鹅啊 在结尾的时候看看我鹅现在的状态 你如果能接受这种状态 你就可以跟着我养 找到挺好就是跟 没玩的 整个放出去 丑死的看看这两天 找找一下 找整个小视片看看啥样啊 这是我家 放开手脚让学徒干的第一件事 今天我的小哥是第8天了 看看这就是我上完料的状态 第8天一注意是啥呢 注意第一 因为开始通圣了嘛 昨天开始第7天通的甚至 怕潮湿一定做好通风 温度一定不要过于低 还是高一点 再有一个就是 上午还是早晨4点开始贴料 争取在4点半之前贴完 贴完以后就还是饮这个水 昨天我说的饮点水 但是这个水呢 今天这个点给它改成抗病 中药啊 改成中药啊 改成中药的 预防感冒的药 给它头一点点 头完以后 再头 呃 葡萄糖小树达通肾 这个下午的料 还和第7天 但如果发那个视频一模一样 就是上完料突肾 呃 但通肾唯一的一个要求 还有啥要求呢 就是你在葡萄糖喝小树达的水之间 必须让鹅喝到清水以后 再去对粥药 呃 呃 我这都是一些自己实践的小常识吧 呃 希望对大火有什么帮助 呃 今天呢 我准备 呃 我总蛋又出了一批了 呃 因为每周都清淡嘛 我把总蛋送到花场 付小鹅了 又该有小鹅了 哈哈 我是早晨 跟大伙发断 就说是四点上完的料 四点二十对吧 我现在是两点下午的两点 四十九分 又上完了第二点料 上完这料之前 一定要通肾怎么通呢 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用的是人用的葡萄糖和小树达 比例开始 饮水 加上上料 饮完水 今天的成熟就饮这个水了 料念就不上了 这叫空料 试完这些料 呃 就不让它吃了 就一直饮葡萄小树达的水 我不喜欢用药 原理是 是要三分毒 不管人也好 饿也好 咱你考虑一下子 呃 我养饿就是按 呃 人出现问题的情况来养 比如用这个 咱尽量用人用的 比较好一点 成分也比较高一点 就上完料 啥情况 现在药团人必须得吃苦 不吃苦肯定不好吃 你看我这个 你看一下 哈喽 这不行 都有水 你回来呢 还好 看 滴的水了吧 全是水 这就是上完料以后 给状态 你说你不吃苦 你说你不吃苦 你不 任劳任劳你不干 生活会对得起你 一起加油努力吧 农业人养殖人 太高美 给大家苦心一下啊 今天是小哥第七天 太热烈了吧 呃 为了控料和通胜做准备 今天早晨四点就开始上料啊 不能吃的苦中苦啊 也不到最后成啥介组 我养的护理 最大的一个弊端 哎 那现在养个好养点 不通风 那二点江峰岩 就是 我的这种疾病 一般人都愿使 吐出药 但是 我养个都是用最古老的方法 最土的方法 就是 为了 主要还是为了咱们 下一步 控料 通顺做准备 呃 看看我的鹅小道菜 好不好 今天小鹅是第五天了 这第五天 开始就是可以挑 残鹅了 小一点的了 若除了 今天就可以都挑出来了 呃 今天是啥样呢 就是比如说 你当时因为 先没喝到水 完了 吃上料了 这样小鹅就会出现 独屁股先养 那你就得把它挑出来 这样的鹅肯定是 养养不大 再养几天 它也是死 这时候就把这个 小鹅啊 插一半的就是挑出来 直接就不要了 不要的原因是有两点 第一我不想让它再多余吃 那些料了 因为吃它也长不大 第一它当时之路会不漏 会拖拉 第二它半到它也会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趁小从小给它蒙杀掉 就可以直接就给它直接挑走了 你不要了 这样的话你 以后的鹅大小就特别均匀了 而且你也不会浪费一些料 或者是说 还去打针吃药都得管 你不能因为这几个残 如果病毒在里边 你会大量的投药 咱们还不如直接都挑走 就趁着第五天开始 往后这几天 十天之内赶紧挑出来 现在弱酷全部都出现了 挑走不要 通风还是正常的通风 明天开始给小鹅做防疫 今天是要为多为防应急 看看我家小鹅现在的状态 刚到 已升温 进屋以后开始升温的状态 升完温以后就自己来回跑 这是温度正常 我的饮水是用的是多为今天第一天 用的是第一顿开始 用的是多种维生素 饮着开口的水 陆陆续续的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弄 我给你一会儿看一下我的温度计 挂在什么样的位置 温度有多高 我这 现在今天有点忙了 因为刚把鹅整得好的一个状态上 温度也升起来了 有不明白的 可以看我视频每天都会更新 每天鹅的状态 拜拜 好啊 看看上面这小鹅 床下 看到吗 床下一眨 这是几只公分的 我不会算啊 就四十公分左右吧 一眨多一点 给温度在这儿看一眼啊 看到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生活万苦啊 就看你吃不了 吃了吃不了这种苦了 这是今天的小鹅 第四天了 长这么大 看看大品种 小品种的鹅咋区分啊 就是看它的嘴儿 粗细就可以了啊 那还有啊 今天我把这个料烤的 直接就给装上了啊 现在装上也会卡鹅 今天得看着点 今天是第四天也是开始通风的日子 因为上午高级通风忙着看温度 就没有录视频 就是通风口的视频 现在是通风打通风的 你别看你中间这个 咱们中间的这个温度 过道的温度 特别特别在高温棚 周开棚以后温度特别高 你所以说要感觉小鹅 什么样状态叫温度高了 你比如你有二三十只鹅的时候 张嘴有个一个两个无所谓 就不算热 如果还有一半 那就是热了 就赶紧降温 但不能急速降温 急速降温 容易感冒 如果是凉了呢 他就会 哇哇吃一小山 那这样一小堆 都往一起聚 要是热了 他就散了 散落了 像我的现在这种状态 就属于温度正好 呃 第四天注意的就是 放风的这个温度 一定要控制好 细一定要细 而且你还要做到啥呢 你的整个这个长棚的温度 多多少少 你要是看看 听听鹅的呼叫的声音 特别他呼吸的那个声音 是否有感冒了 或者伤热了 这种现象 你听好 听一听 他凉 哪块温度不够 都可以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 呃 还有啊 最近 本来我之前视频也说过 谁别贬低谁 呃 至少还有人说说啊 呃 他为谁家料的鹅长七斤多 长六斤多 我想说的 麦鹅那天你过撑了 麦鹅那天你知道啊 卖给谁了你知道啊 你说的话说的 如果我斤数不够的话 我会一直用这家的料吗 我会一如既往的 呃 使用这一家的料吗 那不现实 哎呀 现在这人咋的呀 背后讲的人 讲的谁贬低谁 用这个打比喻啊 我真大鹅厂 为了这些鹅 我这料好坏 我不知道吗 怎么去比喻啊 对不对啊 你能卖你点料 你就卖你点料 你能抓鹅 你就抓你鹅得了 天天说你这个 说三道四的干啥 说一天 还有那鹅苗的事也是 大伙都说对比 我跟别人比 我说你别跟别人比 人和人的出事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我就是我 我 不管是新手老手 养额老手那咱比不了 咱是我肯定不能跟老手比 但是我比新手至少我入行几年了 我吃过亏上过当了 所以说你有些事情嘛 呃你听也好信也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 人咱们正大岁上都有个大脑 自己去思维自己去考虑谁真谁讲 事实上都会有一个说法 你不用说你 这现在养了你吃亏上当也就一回呗 对不对 吃亏上当这一回你说 不可能就是说几百块钱 那都是几万块钱 还有啊想返乡创业想回农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 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人 我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的技术 包括一些的健康的指导都可以找我 我都可以帮助你们 因为我想我们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人会越来越多 温度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好了吗 我都不耐着 不要看温度计 看鹅的状态 瞧着温度 这个是我新发的料草子 没有多少钱就没退 这样的料草子咱们养着户便买啊 这玩意不好使 使得不得劲 完了呢这个是正常是这样是螺在一起的 我怕卡小哥的头 所以说把它翻开了 翻开以后放在这上面 整个满地都是料 有路你看就知道了 地也全都是料 这样是浪费很多 刚开始头三天以后咱上料炸上面 也可以用咱们撕料袋的铺平了 往上撒 头三天也可以这么上 也可以就是像我这样上 但我这样是不是比较浪费了 满地都是料 因为你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水槽子也是个问题 你到你养鹅的时候 你这个小水槽子吧 你底下垫块装 要不它一热了 它自己容易去洗澡去 一洗澡 它就让人忽冷忽热 就容易感冒 最后期就是养鹅这个成长 比较有影响 这是我总结的第三天的经验 第三天我小鹅还是为了病毒药 开口的三天的病毒药 都是中药的 长期就是说有水 温度一定还是控制在30度左右 人进来只要不超湿热 就可以 小鹅还是以高温为主 有点小胸张嘴别七堆就可以 有什么需要问题我会及时更新咯 还有一个最近大伙都说的 你看问你养鹅你也不说 怎么养鹅 怎么能赚钱 或者我养鹅就想赚钱 我赚多少多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现实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状况 如果你有二三十万 你自己还是穿在兜里吧 能不干尽量别干 你想养也没有问题 根据自己的命运呗 有可能你养上就挣钱 也有可能你养上赔钱 各行各业都是都在筛选着经典 你不能说所有人都养不挣钱 也不能说所有人养都挣钱 肯定有正有赔的 你看看现在我这屋里的热度 整个我的身上全是汗 穿着半袖 今天是小鹅的第二天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会根据我养鹅的状态 把所有的事分享给大家 小鹅第二天我是24小时给的第一顿料 给的开口的药 开口药我用的是中药抗病毒的 根据也是不管是怎么说怎么做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烹饰 跟你自己现状去给鹅 怎么去做 包括地区差的温度也不一样 自己都看你是地狱还是床上狱的熟 都不一样 如果床上狱已经在地狱 那就无所谓了 超过鹅就可以 嗯我就讲这么多 太热了 因为我们要去给小鹅抽水了 拜拜 今天说一说想养300 500只鹅的人啊 嗯现在不到时间啊 等到5月份左右 比如4月份4月中期左右 草出来的时候 或者天气 能适合鹅在外边生长的时候 你再找我 我会告诉你抓什么样品种的鹅 你想干什么用 还是想吃 还是想下单自己吃 还是留着自己下单能慢一点 这样的话 你跟我沟通 到时候我会给你找脱单的鹅苗 不是脱单 说错了啊 脱温的鹅苗 比如说我脱完完了 你可以把它拉走 到家就可以养了 这样成活率会高一点 不要看咱们所有的问题 我将在后续 如果我在我这个鹅厂脱温的情况下 我在现场的情况下 我每次包括鹅做防疫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发视频 让大家看 包括所有一系列的东西吧 就是投胃完它吃饱喝足的状态 温度整好的状态啊 你这边还没吃完呢 还在吃 有人说我图一粒 有人说我到底是为了啥 如果你养三百五百的只鹅的人 你不要说考察也好 是来留的好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接待你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来 给你解释这些东西 你只能看我的视频 如果说你要真想养真想干了 干这个实业能干实事是干事的人 你来找我 我肯定全力以赴去帮你 而且毫无保留的去帮你 所以说呢就是说大伙伴 不要因为你想养个三五百只鹅 我想考察一下 我想看一下 你不用看了 你也不用来了 因为我家我也有我的事做 也有我的工作去干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给你解释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我为做视频 只是为了我把我的鹅的事业能鹅下的蛋 我主要是为了卖我自产的东西 我自己做的东西 我不是为了去卖你苗啊 卖你料啊 可以用 我可以告诉你我用哪个孵化厂的苗 你自己去谈 我用哪个厂家的料 我告诉你 你可以跟我同情去干这个事 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掺杂着我个人的那个想法 就给你去做任何一个作为中间商来去做这个事 我不会做 我也不会干这些事 所有大伙一定要想好看好看好人 看好人品再去跟谁干跟谁去做 想好了 再说来来来来 我去接待了 现在这个养额行线啊 出现一个啥状态呢 就是互相排挤 互相讽刺 相互的 都说自己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但是我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 谁也别去贬低谁 谁也别去讽刺谁 谁也别说谁的东西不好 你最后老百姓用到手 真正好不好 老百姓自己知道 你也不用贬低这个贬低那个 这个行业你贬低的同时 你自己又高上到哪去呢 对吧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想养额的朋友们 我十几号又要到苗了 你可以来我这实地考察跟着我学习 你不要说问我 我给你交代的东西和你实地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跟你说 也得根据你当时你养额的状态 你的额苗的状态 包括你盆水的温度 包括你管理的程度才能去看你这个额能不能养好 所以说呢 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啥 你可以来到我这场地跟我学习 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你要是不想养额就想咨询一下 我还想挣钱 我建议你那钱放在兜里就变养了 还是那句话 所以说呢 我要从到初开始 以后会每天更新一个段子 让大伙了解这个养额行业 到底赚不赚钱呢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啊 现在就是大伙所说的这个额里边 所有的基础含量的东西 其实一点基础含量都没有 只是你看你自己心细不细 你的咋说呢 就是你所用的东西 你是不是真正的合格产品 是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养额价格这么高 我建议大伙啊 不要省料钱 不要省药钱 呃 能不是不要是说 为了我想结缺的成本 我多挣点钱 最后你额养的不好 呃 长势不好情况 你肯定是赚钱 但是你得管理好 有成果率才可以 价格确实很好 就是包括朋友想说你给我看见场地 我想养额 但是你说去最真心的一话 我希望朋友赚钱 不希望朋友赔钱 赚钱怎么都好 不赚钱的时候 他会埋怨你啊 你让我养的啊 你跟我指导的啊 你给我整的苗啊 你给我整的料 其实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 不会找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是朋友之间可以养 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协调你 但是 你要是没有那个心细那个劲 没有那个吃苦耐劳的那个劲 呃 没有那个就是亲自抓那个行动 你最好就轻轻放下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现在挣钱太难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想返乡创业 每个人都想回农村 呃 干点事因为现在整个的 原来是下乡 原来呢叫咱说 城里打工 上城里城里潮 现在都是 现在是下乡潮都回农村创业这个 这个确实一个好项目 门槛也非常低 但是 呃 你 最简单要一定要先 呃 考察好 体验好 不要听任何人的 呃 画大饼 都会画这个饼画的特别人特别好 而且这个行业确实也是现在很好 呃 额价这么高 那肯定是赚钱的 谁问都是赚钱的 不会赔钱的 所以说 现在 你要想干 所有的成本也是增高嘛 你就要把自己这些呃 所承受的能力 要考虑到位 呃 我养三匹四匹我就可以 这样是说 你还可以赔一匹我不怕 赔两匹我不怕 赔三匹我也不怕 第四匹我肯定会赚钱的 所以说 就不要考虑我 进来我就赚钱 进来我必须得赚钱 不赚钱 我干不了 所以说呢 嗯我还是建议大伙啊 嗯 嗯投资许谨慎吧 只是特别是养殖行业 虽然说门槛很低 谁都能干 但是 其实他的 门槛 说低 不低 他 养殖行业还是很高的啊 呃 我只是给大伙提个建议啊 如果还想真正想养鹅的 可以来我场地 呃 跟着学习 这个 脱温 包括鹅的管理都可以 呃 我欢迎各位朋友 来到我的场子 看看我的小鹅老欢出来 特别好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说养鹅最好的技术 就是最简单的技术 也是最普通的 只要你在农村待过 只要是你家有农村人 这个养殖行业就很好干 因为他知道你吃苦 心细 就在几点就可以 如果还想 我就想养 我想好好养 那你就来我场地 呃实际考察 实际跟踪几天 就是拍 我在 到苗之前 你就来 等到苗以后 我会 我家所有的流程 你都会看得到 也天天体验到 所以说你这个 就会 不会考虑他说 我不会养 我养不好 这个话以后不要说 也不要问 问谁也不可能 全部告诉你 就我把所有的流程给你了 也不一定适合你 当时的那种状况 对吧 我可以给你 就是包括每个鹅 到什么时期 什么 怎么干干什么 的流程都可以给你 包括温度 所以说 你根据你自己 现状你的鹅的状态 来调整你所用的温度 所用的饮水情况 或用料情况 还有你当地是 什么呢 的料 是 喂什么样 能节省成本 或者你养多少天的鹅 像我养的鹅 几乎都是 宰鹅 75天出篮 125天出篮 还有一个就是 我养的种鹅 就是我养的几乎 就是在三种 因为我在 现在养鹅 是70天就出篮 全程是用料 在棚里 等到夏天出草的时候 有草地 我有林地 所以说我会 用林地里边 让它吃草 一部分的鹅 减少下成本 草原鹅 我们就会 在那个时候养 因为现在没有草 你没有办法去养草原鹅 谁说咱也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 根据你当地 你的地理位置 你当时的情况 你现有的情况 来考虑 怎么去养鹅 怎么能把这个鹅 我能赚钱 如果说 就是说 我想养个三五百针试试 或者养多些 你就别养了 还有好多朋友说 我想 我有家有果树地 我家里有院 我养个百八十只 这样子也可以 你就是说 到我这来 包括现在这个状态 你抓走 活不了 你等我能适合这个天气 出棚以外 早晨晚上能适合现在的天气了 你再抓走再养 这样事的话 它成果率是高 而且你还能说 我不能白花这个钱吧 因为现在鹅这么贵 对不对 所以说 那就是咱们自身的现状来干 不是说你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我想一时头脑就加热了 我想养鹅去吧 养鹅现在都赚钱 肯定赔不上 这话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 养鹅不赔钱 肯定赚钱 我不会说 因为再好的行情 除非这个鹅你一分钱不花 但是鹅是吃东西的 它是吃掉的 吃下去 没有成果率 你还是赔钱 所以说呢 再好的行情 再高的价格 也需要你自己的细心管理 才能赚到钱 才能不赔钱 所以说大伙 有什么问题 我还会随时随地跟大家讲一讲 告诉告诉大家 对于养师傅定苗 不管你是经纪人 你还是指导老师 定苗就一定告诉养师傅 这苗是哪的 什么样的 一定说好 不要中间出差错 这样是到对谁都不好 因为这里面还说 受药 手料 饲料 饲养员 这些管理都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包括你说你来的时候苗不好 你说思考有问题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 你别人家走在位也没有问题 请任何人不要贬低任何一家伏化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家私料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个指导老师 每个人都不容易 走在牙凤中 就卖点钱了 咱们才能挣 因为指导老师也是 你给他家想出去跑去 看额也没有状态 对吧 你挣点钱也不容易 私料厂也是 挣点钱 因为业务员生亭气 也不容易 包括你经纪人 你卖点额苗 也不容易 因为咱们都是假装的生存 所以说我们 把自己做好 做人为本 让自己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走正 行正 行的正 走的正 你才能走远 这条路才能走好 大伙还都能赚点钱 请大家 谁也不要贬低谁以后 你去解个蛋了 但无人欣赏也为自己苦衷 我在这生命运一下 我养的是 宛普的总工 三花烈和母本家在一起 叫苦三 鹅苗出来叫苦三 再有一个 我跟所有最近接电话的朋友们 聊天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 我也不搞合作 因为这样坑的不是我 是你们 因为你如果离我的鹅肠 附近的情况下 离我近的情况 你可以养个百八十只 三五百只 这样我突然在你回家去养 养好了可以给我送过来 我卖鹅钱一起就可以带走了 这样都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去赚钱 但是你想让我跟你合作 咋说去 合作来合作去 最后合作去 我羊毛出在羊山人是咋来的 所以说我不搞合作 如果大伙想了解 想要咬鹅 你如果手里没有足够的这个玩意儿 就暂时现在鹅价这么高 就先别碰 特别是没有鹅棚的人 主要你有鹅棚 有场地 有人 那你可以去干 现在虽然说价格 价格在高位运行 但是应该也能有问题 因为它是外额的 额价也是在涨 这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几样都没有 想再重新建篷 再租场地 我想挣这个钱 我不建议现在入手 等啥家鹅一批 味儿肉了 鹅蛋 随便吃了 那样的时候 你再看看 出在低谷的时候再入手 这样是你能把你的 不会的经验你也能学了 因为那是成本第一 等你好的时候 你也咬鹅咬好了 你也能挣钱了 我该去捡蛋了 我刚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说鹅苗26 全程技术指导 全程免费摄料 还有全程给做免费做防疫 我想知道你那26块钱鹅苗是啥样 都啥年代了 咋还能信这个呢 我不知道咋想的 现在经济正发达 这个视频正发达 多看看我的视频 多了解一下养鹅界的这些猫腻 水有多深 你养鹅挣不挣钱得看你自己 你不贪那个便宜 你不上那个道 你不就能挣钱吗 你非得上那个道 你感觉天上都能掉馅饼可能吗 现实吗 都白给你啊 你养吧 差钱了 你不给你钱好使吗 现在农民 咋说了 老百姓欠你钱 好整 你要是老百姓 你要欠老百姓钱 那要是太难了现在 要钱那不干 叫祖楼都要不回来 但是老百姓钱呢 你一整钱 老百姓不差钱 但是你不能坑老百姓 这老百姓钱可以 但是你别坑 别误导老百姓 现在这个厨房多少钱呢 十多钱 咱说高价现在 今天算也就十六十七这样买 对吧 你整个二十六十块钱 干啥呀你 你太黑了吧 就这样的啊 古波也好 是那个老师也好 自己 要干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啊 不要自己 以后 不说了 傻样 你也可以下背着积点得吧 别误老百姓了 都说房巴掉馅饼 没有这样好事 这些好事就砸到我头上了 你说 哎呀 咋的坑啊 我给你讲讲这经过吧 这说来话就长了 这是九八年 哎呀不是一八年呢 九八年 你说错了 一八年 我家 我弟弟给我打电话 说镇长 我们当地国镇长 说咱几个去考察 那儿子也看啥样 要不没事 你家里 我弟他也呆着 说行啊去吧 就这样 我几个他们到我家 完了我开车 我几个到的机场 到机场坐飞机就去 到延城了 真是好事哪 给你报销机票 给你开房住房 真的这些钱都没有你花 直接去的 到那儿去有车接 接到地方完了 给我们开的宾馆 我们在宾馆 然后到他的副画场 就谈这些事 就考察嘛 都不看看嘛 都看了 这给人家有点徒弟 但是是谁呢 我就不在这里公布了 我还有他照片 有他家的业子照 去了以后呢 说这养额多少钱一只 也不跟你说什么事 你说这多好个事 说养额又保回收 保长多大 给你盖棚给你饲料 真好事 我说这真是方法掉下饼 嘎啥给我扣住呢 这事 心里犯合计你 这头一天 第二天我们就去他厂里 又带我们溜一圈 看看额厨 但是腐化厂他不让我进 那现在想起了啊 这几年我知道怎么回事 他那腐化机压根就没启动 连动都没动 他哪有厨呢 整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厂 现在看那压根就不是腐化厂 就属于 现在讲话了 就叫裸黄牛 弹着完 弹完以后呢就签了一下了 我说签 他要是多签 我说不签 我不整 我认可我这机份自己花也不用他给我报销了 我也不干这事 这有点圈套了 这说这个镇长说没事 他向着 他当时订了一千只 我弟就说那我不订了 我说我不订 我弟说那大姐咱订五百只试试吧 就这样一共订了好像是 是一千五百只 是一共两千只 我就忘了啊 这时间太长了 订完以后签协议都签好了 等要走苗了 高年第一针底打 打这一只五块钱 其实这些就是包含他 他往我东北来送的车费啊 还有油费 他肯定都家里的 哪有这黑的 我说那不要了 报警 报警当地也保护这样的人 你就当地 政府也保护这样的人 坑门管片呗 对不对 咱说这是坑人嘛 这就是一个大坑嘛 给咱挖的 对不对 啥都给你好处 好处完了让你上套 套完了给你套上 就镇着 就拉回来了 就 我弟弟等着 跟着车回来的 回来把这厨都卸到家了 镇长家这个一千五百只 这一千只啊 就都算全金覆没了 到家没几天就全死了 我家还剩点 就五百只 我弟弟就整个小盆 他来给盖的棚啊 整个小盆一阵风全刮跑了 完了给送的料 那料 鹅也不吃的都扛 还不如自己家包米 反正就是一点人养 养完了以后 回收也不会收了 打电话来收 我收 来技术院吗 来 我这鹅都死了你来人啊 对不对 技术指导吗 谈的好啊 就来了 看完一天 第二天说对不对 这鹅都死了咋整个 第二天人没影了 跑了 也找不到人了咋整个 就认倒霉吧 这就是我高药总跨行的跨行业 进入养殖行业的第一个坑 第一张馅饼 让我就是这么吃着的 我这 没办法呀 最后想卖 卖不了 因为剩 好像当时剩三百多只 是四百只 我就忘了 完了说卖 卖 找谁呀 找谁也不去呀 当时 锦州团厂 去了 没给人钱 说给八块多钱一斤的 是七块多钱一斤的 因为少嘛 现在明白了 少不给不上价 完了过几天 就有个人也给收走了 我说这坑太多了 这也 这王国这人不认福 不认输 我没招 我他妈的我不行啊 这不行 这他妈受这骗 受这坑呢 当时就行 怎么整 把这事整回来 等我下期给你讲 我下坑 咋住的啊 我终于养康了 今天还有最后一针 就打完了 自己给自己化了一个妆 让自己 心情逾悦一点 不管给谁看 能给自己看 心情也会很美丽 瞅着自己 化妆也挺好看 因为这么多天了 一个月了 没化妆 也没怎么洗头 洗过两次头 还不敢洗 怕再 有问题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劝大家一句啊 不要去存药了 用这些药是有需要的人 留给有需要的人 你存在家里有些药 你存上也吃不掉 对不对 像我家是 刚开始都害怕呀 因为家里有老人 存了一箱是 莲花青棍的胶囊 最后 我吃了两盒 没管事儿 没有用啊 所以说现在说 大家说坏肚子也好 是 呃 再有什么 益生菌也好 我建议大家 没必要那么去存药 你有病了 肯定有人给你治 肯定也有药能治 因为这药是 嗯 也是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去 所以说不要去药店抢了 也不要去存了多少多 嗯 没必要 真的 我这次我的前车之间啊 真是我 感觉存这些药 一点必要都没有 当你有生病那一刻 当你严重那一刻 你还得去医院 而且你得听大夫的 怎么去治 你才能好 我不就是大夫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以后咱们 就是把药 留给有需要的人 咱们没没啥事儿 就别存药了 存药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 完了我从明天开始 就是开始做小视频 把所有养额的信息 通过视频的渠道 分享给农民朋友们 因为农民朋友都是 所有的信息 都是来自于视频 都是来自于视频 因为现在农村看电视 有点少了 也是都刷刷 某一某宝啊 或者是说 这些所有的短视频渠道 所以他们的 信息 只有通过短视频的 这种形式 能最快的到达 农民朋友手里 让农民的好朋友们 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和最新的养额的知识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用钱赔出来的 所有的入的坑也是 养额这几年 几乎就全赔钱 所以说从明天开始 我分享养额经验 怎么去用赔钱了 怎么用亏为盈 我想问问大伙 就是这次都得了小羊羊以后 都一个人 谁也没用谁次用 一个人挺过来的有多少人 特别是一个单身的女性 喝热水要自己倒 饭要自己做 真要自己打 自己扒针自己换药 因为医院排办号 你就得回家打 回家打就是自己扒针自己换药 昨天我姐过来电话 跟我说了一顿 说你看之前我们没人欠你 你不行找一个吧 你看难受是谁管你啊 你就跟前都没个人 没人陪着你 万有啥事咋整个 你说打个电话 我们去都晚了老远 你还得农损 你不行找一个吧 我在合计 你说这个找一个有用没用啊 我想问问大伙 你说一个人好啊 还是找个伴更好一点呢 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也是以这个真迹开头 但是状态很好了已经 脸不那么红了 坐着不怎么喘了 你看我现在状态很好 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啥 那今天要分享一下 2023年零食我接到的第一个祝福 是来自于我儿子 第二个祝福是